阿羅嗨,我是孟華 這禮拜我想要講我最喜歡的生物學歷史 就是演化論是怎麼崛起的 它會聚焦在19世紀 大家要先認知到呢 在19世紀 所以西方社會還是主要由宗教在主導 雖然他們那個時代已經工業革命了 所以科學也有跟著發展起來 但是在生物學領域呢 還有不少科學家是有宗教信仰 然後相信上帝 最主要是那個基督宗教這個宗教 他有非常多的支牌 他的聖經裡面的創世紀呢 就強調那些地球上 形形色色的生物呢 是由神所創造的 阿自從那個什麼創世紀之後呢 物種就沒有什麼變化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重要 其實是因為 直接把人從一個特殊的地位 撥開分離出去 就是打回原形啦 因為人本來就只是動物的一種而已 但是宗教的觀點會讓人以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就連上帝的形象都是由人的形象演化出來的 所以這真的比較像是一個很自戀的信仰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所以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 請不要再看這個影片了 因為這裡面提到的一些事實啊 可能直接抵觸你 你們家的宗教 然後因為本人算是不可知論 偏無神論 所以如果你要過來騷擾我 用你的那個信仰騷擾我 我真的會很不舒服 會直接封鎖你 而且這一段歷史為什麼我會那麼著迷 其實就是因為親眼看到 這些宗教人是怎麼騷擾達爾文 做人身攻擊以後 我開始覺得他們瘋了 這一次的影片呢 就是一個編年史樣子的總真理 在19世紀到底多少人參加這個打王 打宗教王的這個活動還蠻多的 我這邊就只有列出比較知名的 啊剛好又是達爾文的朋友 對就是你知道的 那個打王一定要繞人 然後達爾文他真的找了非常多人來打王 雖然他不是強迫人家一定要來 但是他可能邀了一些人 但那些有響應的人 就有出現在這一集的節目 啊之前我有介紹的一些人呢 也是有參加這場戰鬥 還沒有講完為什麼要了解演化論的歷史 因為演化論它是主張 你不需要超自然的力量 生物就會發生變化 就是會自動分化出新的物種 不需要再借助任何奇奇怪怪的外力 就會出現 他是直接讓宗教萃墟的人類中心主義 直接讓他這東西直接爆掉 他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也有很多宗教人是在圍剿這一群人 可是他們打輸了 因為他們沒有組織沒有證據 他們的證據就是比演化這一方的少 所以他們輸了 那個宗教人是不要再生氣了好不好 這個真的是 科學不是宗教人是想的那種 首先呢在十九世紀呢 剛好在1800年的時候呢 拉馬克他就已經在教那個花的課程 就有提到演化的思想 這一集講的演化的思想 大部分都是在物種會改變這件事情 就是物種不是不變的 所以拉馬克他已經在他的 就是他的課堂上已經這樣講了 到了1802年 他就有發表一個 著作跟生物組織的變異有關 這裡面就也有提到 1809年他的動物哲學 裡面呢就有講到用盡廢退 我不確定是不是用盡廢退正式登場 因為那個還要再去查 雖然拉馬克他的用盡廢退不太正確 但演化的思想是確定是有的 但是因為他那個時候孤軍奮慘 所以被居尾葉打得很慘 因為居尾葉他是創世論那一邊的 所以他們就是繞人來圍教我們拉馬克 所以拉馬克還蠻可憐的 然後居尾葉還居然在拉馬克死後 還嘲諷他說那個理論就是錯之類的 下一件事情就是1837年 達爾文多生出了一個筆記本 然後那個筆記本叫做B筆記本 這張圖是非常有名 因為很多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就是生物學家 很喜歡把這一張圖解出來 然後做成那種像是文創賞品 然後提醒一下各位就是 因為這一集比較是編年史 所以可能會比較無聊 但是呢我想不到什麼其他的呈現方式 可以讓各位快點了解到底什麼人發生什麼事 就大概就是要各位記得 這後面接下來會非常多的人參加到這一場戰役裡面 而且他們算是宜寡敵眾啦 我是真的看了非常的激情 然後非常的喜歡 這個筆記本後面的事件是1844年 1月11日 這一年呢那個達爾文正式認識了 胡克博士我之前有介紹過 就是他在信中這一年的某一封信裡面跟胡克說 物種不是不便的 再來到1844年的10月份 有一個叫做遺痕的著作出版 那個時候是匿名 但是後來過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作者有獻出真身 叫做Robert Chambers 這一本書呢 其實也是在當時引發熱烈的微笑 達爾文啊 胡克博士啊 還有那個華萊斯啊 他們都有看過這一本啊 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先埋下去的地雷 就是等後面炸開 到了1857年呢 那個達爾文寄了自然選擇理論的綱要給 阿薩瑪 阿薩瑪 那個時候阿薩瑪47歲 這個時候呢那個 達爾文已經做了物種的研究呢 差不多18年還是19年吧 到了1858年呢 達爾文49歲了 然後他收到了一封信 是華萊斯寄來的信 是華萊斯寄來的信 華萊斯當時才35歲 這封信非常有名 它有20幾頁 導致後面那個 那個萊爾啊 還有胡克博士 幫達爾文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 把前面那個 寄給阿薩瑪的 系呢 和這一封華萊斯的系呢 組在一起 然後呢 在那個 林愛學會發表 沒有經過華萊斯的同意就發表了 而且那個時候沒有什麼能力 這一個 內容 1859年11月 這個時候達爾文已經50歲了 這個物種起源出版 後 沒多久 12月的時候呢 胡克博士就 乾淨公開支持 而這篇 論文呢 是跟 塔斯瑪尼亞 地區的那個 植物像有關的 再來是1860年呢 阿薩瑪 他 幫達爾文 出版了美國地區的 物種起源 因為當時美國 他不認國外的書的版權 一定要在當地出版 才會認版權 所以他就交由阿薩瑪 出力 然後阿薩瑪其實 在當時阿是哈佛大學的教授 1860年還有發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牛津大學的大辯論 在那個 牛津大學的自然歷史博物館裡面 主要的參戰者有 胡克博士當時43歲 賀蓄禮當時35歲 牛津主教 好像是叫Samuel Webberforce 叫什麼三母主教 另外還有額外參戰的 就是理查歐文 那個發現 發明恐龍這個詞的人 這件事情算是 19世紀 演化論歷史裡面 比較知名的事件 之一 現場有700到1000人 辯論呢 持續了4個小時 這個 這個內容我是從那個 胡克博士 寄給達爾文的信件裡 看到的 那這個辯論主要是 賀蓄禮呢 在打頭陣 就是 跟那個 主教辯論 辯論的途中呢 胡克博士有好幾次 真的很想要衝上去 打主教 但是呢 沒有真的打下去 他是聽到熱血沸騰 整個那個 脾氣都壓起來 可能是因為對方 我在猜 主教可能有攻擊達爾文 胡克博士是為了達爾文的 多年好友 所以他整個都 壓起來 在那個辯論的最後啊 遞交他的名字 給那個 亨斯洛教授 亨斯洛教授 唸完他的名字以後 他就那個了 提了他 自身經驗 還有觀察 之後呢 翻演化陣營的 就閉嘴了 後來那個 賀蓄禮還覺得 有點驚訝 所以他就稱讚 那個 胡克博士講得很好之類的 因為他不知道 胡克博士 其實對 演化論還是 算是熟悉 某些人認為他 最不了解演化論 但其實 好像沒有傳聞的那麼 誇張 他這個整件事情 就寫信給達爾文 然後還提到啊 他在那邊啊 那個牛津大學附近啊 的住宿呢 睡覺睡不好 因為 達爾文不在身邊 所以他就睡覺睡不好 他還形容說 沒有老婆啊 還有沒有達爾文的狀況啊 他就像一個沒有水的雨一樣 到了1861年呢 那個貝慈的論文 有關貝士擬泰的內容呢 就是在林愛學會讀出來 他才36歲而已 緊接著1862年 貝慈就把這個內容出版 再來1863年的時候呢 賀敘禮出版了有關 那個人類呢 在大自然裡面的那個地位的 一些證據的相關的書籍 同年 亞馬遜和尚的自然學家 就是貝慈的著作出版 那裡面也有提到一些什麼 跟那個物種變化有關的事情 所以也是一個支持演化論的著作 在同一年 因為華萊斯在1862年已經回到英國 所以在1863年的時候 華萊斯發表了一個很短的評論 然後是在評論那個跟 蜜蜂族的草啊 舊蜂草 還有那個物種起源的評論 到了1864年 那個 他是穆斯尼泰的那個 提出者 他出版了一本書叫 Full Darwin 然後他那個時候才43歲 同年 1864年那一年呢 又有一件 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是 演化論為什麼在19世紀可以 穩定他的根基的事件 這一年呢 X Club成立 他是由那個賀敘黎主導的 他那個時候才39歲 他裡面呢 有9個科學家 就是在科學界裡面算知名的人 他們會在一些假日假期的時候出去一起吃飯 然後呢就是可能討論一些跟科學界的一些發展的那個策略 他其中有一個要提倡的東西就是自然選擇 還有演化論 那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有名的人 其中幾個 像是胡克博士啊 然後賀敘黎 魯巴克 史賓賽 還有廷德爾 這些都還蠻有名的 其他幾位也是很有名 只是 我還沒有在那個什麼 國高中課本看過 所以就 沒有 在特別講 X Club 就是專門在 打社群 讚 所以 他們 嗯 裡面有幾個人 前前後後有當了那個 總共加起來 當了十年的皇家學會的會長 這個影響還蠻大的 因為十年表示 這個 期間呢 就是 那個會長如果也要 特別 加強某一方面 可能會比較方便 我覺得這個策略還蠻成功的 不然的話 這套演化論 又要被 宗教私立 打到昏頭過去 多久 1866年那個 海克爾他出版的 心態學概論 那裡面的內容就是 達文的那個 演化論 然後呢 哥德的那個 自然哲學的思想 還有 拉馬克的演化論 三個人的思想呢 嘎在一起 做成 殺尿牛丸 的一本書 因為這一本 賣得比較不好 所以 我才會這樣形容 不是說裡面真的很糟糕 因為這一本賣得不好 所以他1868年又出了另外一本 叫做自然創世紀 然後這一本可能圖比較多 然後寫法也比較親密 所以這一本呢 是在當時賣得最好的 演化論相關書籍 是賣得比物種起源好 因為他還被 他在當時就已經被翻譯成 25種語言的一本了 所以他的影響力 在當時可能 有稍微比物種起源還要強一點 再來就是1869年 馬來圈道自然考察記出版 1869年 同時還有 穆勒他之前說的那個 Fuel Darwin 那本書翻譯成英文 1870年呢 盧巴克也就是 達爾文的鄰居 他那個時候才36歲 他就發表了一個 書嘛 他叫做文明的起源 1871年呢 人的出生 是達爾文第三有名的書 因為第二有名的可能是 小獵犬號 那這一本是第三有名的 他是想要回答 人是怎麼來的 這個問題嘛 就是 在講說 人和 猿猴 有 共同的祖先 這個東西 但是前面其實 賀旭黎 已經 提過類似的想法了 他已經 比較早出版 類似的書籍 我覺得 講到這邊 可能大家已經快受不了了 但只剩一點點了 就是 1876年呢 海克爾又出版了 我前面提到的那個 《自然創世紀》 翻譯成英文版 叫 The History of Creation 也許 我覺得他的那個 時間拖得有點長 因為 大家 我們當時看德文版的看不懂 居然拖了差不多 拖了八年才可以看到 完整的翻譯版 真的是 有點好笑 1876年的時候呢 阿薩貴 我前面提的那位哈佛的 教授呢 他也出了一本書 來支持德文 叫做 《達爾文尼亞》呢 可以發現他們真的很愛德文 因為不然的話 怎麼名字 就是書的名字 都一定要 跟他卡上關係 或者說 這是一種乘流量的概念 1889年呢 華萊斯的著作也出版了 叫 《達爾文尼亞》 就是《達爾文主義》 這一本呢 也是 收集了很多 證據啦 但是 這個時候的華萊斯 已經 臭掉了 所以還蠻尷尬的 雖然這一本 有點厲害 1893年呢 賀旭里的那個 講座集結成書 叫做 《Evolution and Ethics》 也就是 華人圈首席的甜言論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它是講座呢 就 我覺得蠻尷尬的啦 因為 沒想到 講座的內容 跑到 中國 變真香 我其實有點被嚇到 我仔細看以後 真的被嚇到 這 這 就是 這差距不是普通的大 因為那個水準差很多 當時的那個 英國知識分子和 中國知識分子等級 真的差太多了 因為當時呢 賀旭里其實沒有完全 應該說 《物種起源》剛出的時候 賀旭里 他是沒有完全支持演化論的 但是他還是選擇 那個 就是 幫大家問這邊 因為他 因為那個 如果你又和那個 《創世論》比起來 就演化論這邊會比較合理 所以他就會 選擇去幫他辯護 而不是 很無腦的 就 和達爾文思破臉之類的 這個是跟那個 算了 我不要再提那邊的 提了又尷尬 又會說我怎樣 我不知道各位聽完 是不是已經快睡著了 但是呢 如果你們自己去了解 會 我會覺得比較好 因為 自己看會比較刺激 別人講的可能比較沒那麼刺激 以上就是我最喜歡的那個 演化論的歷史 最後我只想要再強調一遍 就是 演化論就是在衝擊那個 某些人的那種 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 被很多宗教人士討厭 然後甚至 宗教人士非常不明理的去攻擊達爾文 最後呢 我要承認我這次 講的內容真的是偏無聊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去看那個內容 真的是非常的刺激 我現在他就只是把那個 一為一死的列出來而已 那如果你想要再看到更刺激的內容 你要自己去看達爾文和別人 怎麼交流的 會比較刺激啦 還有當時的一些社論啊之類的 不過當時的社論會比較難找 達爾文的信呢比較好找 因為 那個信呢網路上是 有人在整理 就 劍橋大學的圖書館有整理 我是去那邊看的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絕對是比 大部分一些生物老師 在講的那些故事啊 還要正確 因為人家就寫在那裡了 就 我希望各位不要被 生物老師誤導了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多都搞錯 我自己看了也是 就 我自己了解這個部分 也不算研究 因為研究還有很多什麼研究方法 需要放進去用 但我現在就只是閱讀而已 所以我也不敢講 這是在研究 就是你自己去閱讀那個內容以後呢 你就會發現 你之前的老師怎麼都在忽然 甚至如果你是宗教人士 然後還看到現在的 你可能也會想說 你們的 教會的牧師啊 或者是神父啊 或者是你的那個 教友啊 那你都在忽然啦 自己去看才會 除了比較刺激以外啊 也會比較準確 不要人云亦云 不然的話你就跟那個啊 19世紀的那個 那些 相信神創論的科學家一樣 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 名利 而且這段歷史也見證了 科學社群的可貴 我整個 就超羨慕 超想要加入這樣的團隊 雖然他們都各自打各自 但是其實他們目標是一致 我真的覺得太神了 這個默契 真的非常的神 雖然大家都 有點像是多頭馬車 就是 雖然大家 信念不太一樣 就是 他們認為的真理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 演化的機制啊 他們可能沒有完全百分之百 肯定達爾文 但是 大敵當前 他們就只能 先集中火力攻擊 宗教的說法 我真的覺得這個 四處蒐集路人過來 幫忙大王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我覺得非常值得 親身體驗 而且 這個真的很適合拍成影集 只是 目前沒有任何影集 把這些完整的內容 拍出來 因為大部分都會聚焦在達爾文身上 然後其他人都忘了 其他人好像都 空氣一樣都不存在 明明 明明當時那麼多人在幫達爾文 就是那全人的戲份呢 少到一個 非常可憐的地步 所以 真的是 只能跪求一些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國外 或者是 台灣有沒有人 會想要把 完整的拍出來 因為真的太精彩 最後呢 就是 請各位呢 如果 對自然史 有興趣的話 請幫我按 一下 訂閱啦 或者是 分享影片 或者是 按喜歡這個影片 小鈴鐺的話 要選 就是 全部通知 當然 如果你是 宗教人士 或者是 你 不喜歡自然史 就不要再訂閱了 因為我也不想要吵到你 那我們就 下次 見吧